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还是不愿意敞开心扉 她总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 从来不站在我的立场上 从来不考虑我怎么想 对于我们的感情 她总是一拖再拖 我总是小心翼翼变着法子的照顾她 我受过伤 不想再经历那样的痛苦 她喜怒无常 想一出事一出 每次都是适合我诸葛亮 我想和她做一些未来的规划 她总是推辞 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让我们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刘先生23岁来自河北厨师 有请小刘 有请 程女士27岁来自河南 萧寿 有请程女士 有请 中菜西菜 中菜 就是正常的咱们家常菜 怎么了 说说吧 就是我们在一起半年多了嘛 这半年每一天 我都感觉都是我在付出 没有给我任何准确的回应 并且就是说 为她做一些事的话 她还会拒绝我 我感觉我把你当成一家人 她并没有把我当成一家人看 然后前两天还给我发微信 她说她不想再耽误我了 就分手呗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今天你来 其实是求复合的对吧 对 我不想让她走 两位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在那个微信的片上认识 然后聊了多久 你们好了呢 两个礼拜吧 那是够快啊 那彼此都了解 对方的这个生活经历啊 怎么着怎么着 都了解吗 就是感觉呢 彼此之间的一些 就是说情感经历 挺相似的 你是一个什么情感经历 怎么就相似了呢 我呢就是离过婚 然后现在带着一个孩子 孩子多大 孩子今年六岁了 男孩女孩 男孩 不容易啊 妈妈不容易啊 一个人带一个六岁的孩子 真的不容易 真的挺棒的 我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呢 两年前那时候就是 不好意思 主任 没事 就是那时候 我跟前夫分居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离婚嘛 那时候孩子突然查出 就是有那个生命综合症 就那个时候就是特别难 我前夫还有家人 他们也不管 也不来看孩子 那个时候就是孩子 已经在医院都下病 未通知了 他们都没有来看 我求他们 他们都不来 现在孩子过来了是吧 现在孩子好点了 但是总复发 一个妈妈带着孩子不容易 她其实回忆是说 在孩子生病的时候 前夫和夫家人 都没有给予充分的关照 对 我现在就是特别恨我的前夫 我现在特别恨她 都是因为孩子这个事 不容易 你二十三岁怎么着 你也离也有个孩子 经历相似 没结婚 就是说之前 也搞过一个对象 在一起时间也挺长 两年嘛 就在一起的时候 我对她也特别好 但是就是我俩在一起 她跟别人暧昧 在我发现以后 还有第二次 第三次 就是你是属于那个 被女生伤了的是吧 对 我打击特别大 你们俩所谓的这个情感相似是 我们曾经都在情感当中 被另一半伤过 是这意思吗 对 所以在一起了 对 那就好好在一起接触这位 你这些经历她知道吗 都知道 都知道 对 她也都接受 都接纳 是的 我们之前都说清楚了 那不是 这都没事 那就好好谈呗 怎么就后面出现了 这个情况了 就是我在饭店上 玩不忙的情况下 我就会去上医院 看她的小孩 不是 挺好吗 就是感觉小孩很可爱的 我就是有跟她提过 我说我想做着孩子干爹 我想把她当亲生的一样看待 我想照顾他们母子 但是她给我的反应就是说 不同意 让我以后少去那儿 担心嘛 是吧 是 担心 对 但是吧 你说我们总归有 自己个人的时间嘛 对不对 你该陪我的时候 你可以陪我 但是你不能走 黏着我呀 就比如说 我不上班的时候 在家要待着啊 她就一直跟我待着 我不说让她回去的晚上 她就不回去 因为那时我是跟我室友 我俩合作 你要不提前她回去 她在那儿坐着 哪怕你让她坐一宵 她在那儿坐着 那我只是想 坐在你身边陪陪你 毕竟现在都是说 你这个事这么多 压力这么大 我都只想陪陪你 我想替你分担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我有能力 我可以照顾我自己啊 不说什么事 什么你非要天天陪着我 你可以就是干干什么 你干什么正常的 我们该谈恋爱 啥的都行 我们之前就是 谈恋爱的时候嘛 也说过不结婚 我们先谈恋爱 对 你先把恋爱 谈清楚再结婚 这是对的 对啊 当时我们都这么商量好的 也这么来的 但是她呢 有的时候就是特别黏爱 我就受不了 就比如说我要出差啊 她就是 就一直给你打电话 要么发微信 开始评 你不接都不行 就一个进发 主任 那件事是这样的 就是说她一次她出差 我给她打电话 一天我打个六七个电话 我担心她 我怕她出去 一个人在外面 我不放心 我给她打电话 她不接 要不就随便编个礼物 都挂了 那我不是忙吗 我要不忙 我不是回你电话了吗 那后来呢 我现在我都是 我不联系你了 我看你会不会主动联系我 然后这一事可好 两个礼拜没联系过我 我不是不联系她 有的时候就说 工作有压力啊 或者是啥的 就是不太想说太多 因为刚才恋爱没多久 就是说感觉不太了解 而且她这个人吧 就有时候就是 不太愿意跟你交心 对 有什么话 她不跟你说 那我们是不是这样人吗 不是说你是不是 我就想跟你说 你就情理之间对不对 咱们多交流 是不是可以促进感情 我觉得挺好的呀 是 但是她就不那样 阴情不定的 有时候特别暴盗 不知道她要干什么 你看就是上一次 半夜我突然发高烧吗 我室友就直接送我上医院了 我没告她 第二天她来了 就直接当着我的面 把我买给她的手机 直接给摔了 你还好意思说这件事 是这样的主持人 就是说她当时有病吗 她没跟我说这件事根本就 后来我一个劲得问她这个事 她才跟我说 怕你担心吗 理解 但是我们俩毕竟就是说 搞对象男女朋友关系 怎么了呢 我担心她 最起码你跟我说一声 就是说说完夜以后 你跟我说一声 或者去之前 你跟我也说一声 你不能不告诉我 这样让我很没安静的 当时摔完了干嘛 没到八小时去修手机呀 你修的干啥呀 有必要吗 手机里不都是 大家俩刚认识的时候 就微信聊天警务什么的吗 我都留着 那都不作为否议 你摔手机是干嘛呢 当时生气嘛 气啥呀 他生着病照顾 病人不就得了吗 没通知你就是为你好 怕你操心吗 这不是事很简单吗 我就这样 就是一到生气的时候 我就明明知道 这件事这么做不对 但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那是挺让她害怕的 主持人 你说她摔完了就拉倒了是吧 更搞笑的 你这是干嘛吗 我给你钱 然后你再假装 你有你的钱给我买一个 送给我 你是不是神经病吗 这样 你不是在想什么呢 当时我摔完以后 我知道自己错了 挺愧疚的 因为那手机是 当时我过生日 他给我买的 我就寻思 我再给他钱 我让他再给我买一个 不是你自己去买一个 不就完了吗 那不是我自己买的吗 我想让他给我去买吗 你不是给人摔了吗 当时不是生气吗 控制不住吗 你这孩子啊 我自己寻思 现在后来这事 我都觉得好笑 你说摔一回就算了 每回生气 他总这么干 他说哄你了 要么跟你道歉了 你要不搭理他 又开始发火了 又开始摔东西 总是反复的 我搞不懂 他在想怎么样 但是我感觉都是说 我这样 可能是小时候 发了点事造成的 我也不想这样 这次下定决心分手 这次下定决心分手是为什么呢 就是他不是出师嘛 现在嘛 我呢之前也开过早点铺 我寻思就说我俩 哎呀和整个店 完了卖个早餐啥的 或开个小饭店也行啊 对吧 天天能在一块了 生活工作两不悟 哎 挺好 这下子到后人家不愿意 我不是在想啥呢 他不是说天天愿意 想跟我在一起吗 对吧 他想照我自己说的 我就是觉得 现在我们俩的感情 都是说特别脆弱 就是我想以这个感情 为大事 就是凯淀的事 可以往后推一推 看主持人 一说到这 他就是往后推 你只要跟他说 就是说长久的打算 或者说以后怎么样 或者两个人 再起什么结果 从来不正面回答 要么就是含糊 就再说 哎呀推辞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 我都感觉都是 我俩不会有什么未来 本来你说 我就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本来我这个心里 这个阴影 我还没有走出来 我还不想打务他 现在还看你儿子吗 看 对儿子怎么样 挺好的 他有时候就是 给孩子买买衣服呀 如果孩子就是 来这边的时候 来藏山嘛 他就是总去看孩子 他去玩怎么样 反正对你挺好的 那就是孩子 还不在你身边是吧 不在 我妈在老家帮我带着呢 哦 所以其实他跟孩子 也没在一起生活过 是吧 只是看 没有没有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 这为什么不啊 他提的方案 不就是让你们实实在在的 生活的方案吗 我认为现在 就是 没有认为啊 这不是踏踏实实在一起吗 这方案不是挺好的吗 你可以直接地面对嘛 就是咱们直接面对 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坦诚呢 我 我这个人都这样 我很少跟别人交心 就是身边朋友也很少 我几乎不会跟任何人 说我心里话 那这个人好像跟那些朋友 不一样对吧 对 我真的特别喜欢他 不是 知道你喜欢他呀 现在这位女士不是说了吗 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对吧 我们俩能不能在一起 踏踏实实地把日子过了 问你呢 能 能不就是人家提出了 开早点摊这个方案吗 你愿不愿意吗 愿意 但是就是我现在 经济技术不允许吗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 你说我没钱开店 我只有这个手艺 我没钱 为什么不说呢 毕竟我是男人就是 你这想法还真是 他说这个事 我还有一个事 就是去年双十一的时候 我不想买个吸尘器嘛 打折挺合适啊 然后我说你帮我抢 我没时间嘛 后来他没抢着 原价又去买了一个新的 给我拿回来 告诉我 是说打折买的 还挺高兴 后来我知道啊 人家是原价买的 你说我生气吧 说他还不乐意 不高兴 崩面嘛 对啊 因为从这个事之后 有什么事 我就不敢让他给我帮忙 是这样就是 就是他几乎很少 让我帮他忙 我感觉他 要一个吸尘器 没买到 我就想去 再划原价再买一个 我想让他开心 我不想让他 就是认为找我帮忙 我什么事都做不了 我爸都是从小 父母都去世了 在图书院待了三年吧 在那个时候 都没有什么朋友 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特别孤独 但是我在外人 尤其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特别想 想告诉他 我有多喜欢他 我想向他表达我的存在感 就是 就所以说 他让我帮忙 我要极力办到 有什么事 我都想自己承担 我不想跟他说 那你有时候 你没有感觉 你是在帮倒忙 就算是帮倒忙也好 我也想是帮你 我想照顾你 我不想 我不想这一辈子 都是自己一个人 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个人 没有啊 世界还很大呀 但是 你还很年轻啊 但是 我不想再都是 一遍一遍地 为这个 所谓的感情 在受伤了 你认定了他是吗 我就想和他在一起 可是他的方式 你又不接受啊 这个大概就是 一个矛盾和冲突 现在我能够 彻底明白什么 叫经历相同 其实是指 心路历程相同 对 两个在心里面 都特别孤独 两个人在心里面 都不太相信人的 一对 对恋人 当他们面对爱情 要深入的时候 对 我也渴望爱情 但是我又害怕 所以我现在才明白嘛 我说他说完身事 我才真实地懂 是原来两个人 都害怕对 另外一个人 敞开自己的心扉吗 因为害怕敞开之后 又受伤吗 往前进 害怕被火烫着 往外走 害怕被冰水泼到 冷暖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本卷 说真心话 此刻真的 内心很沉重 直觉告诉我 这是一个好女人 这是一个好妈妈 但是 由于她在婚姻中 受到了 这么大的伤害 你刚才自己也说了 其实 你内心 是害怕爱情 也是害怕婚姻的 并不是指你 她是指所有 所以她对任何事情 她会 极度地敏感 甚至她 甚至她还有 自我保护的 这样的一种意识 她的内心 有防备的心 又有戒备的线 你走不出自己 但是这一个男生 他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想走进你的内心 走进你的生活 但是由于这样的身世 又导致她 不知道怎么去爱 但是她懂 谁对她好 她应该去追求谁 她是从内心真的断定 这是一个好女人 但是她真不知道 用怎样的方式 去追求你 你去看有一些解读 比如说医院率手 在我眼里 这是一种深度的自责 自责什么 她认为你是她的恋人 但是她认为 你们都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她又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她以这样摔东西的方式 去发泄自己的情绪 但是男生我想和你说 我们人是情感动物 是情绪动物 但一定要学会控制情绪 另外 开早餐店 她认为男人就是顶天立地的 就是你的肩膀 但是开这个早餐店 她拿不出一分钱 要用你的钱 所以她以其他的理由 来阻止合作开早餐店 这是她的无奈 因为她最怕的是你看不起她 她努力地奋不孤身地 想走进你的内心世界 走进你的生活的时候 她处处都会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当中必然会犯错 我们可能有时候看不懂 这个男生怎么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表达爱呢 但是如果你和她的身世结合在一起 和她的成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或许也会豁然开朗 所以我建议你好好思考 好吗 好 谢谢伯鸿雄 两个人面对的一个困境是 心有余 力不足 在余老师讲述这段评论当中 我自己都在打架 我有两种结论 一种结论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就 还是没有爱上 正是因为两个人 都有着相同的经历 所以你们把同病相连 幻化成了一种爱情的感觉 网友嘛 彼此同情的那种感觉 就以为是爱了 然后当面对现实之后发现 其实每个人生活都很难 你们两个人就像两只刺猬 两只刺猬在一起会怎么样 会刺伤对方 刺猬是用刺来保护自己 柔软的身体 但是如果两只刺猬在一起的话 不把刺卸下的话 那扎伤的就是对方 所以如果很感性地去讲 爱就是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奇怪到 你可以为了它摘下你身上的刺 放下所有的防备 但你们两个人 恰恰都没有放下防备 所以我想 是不是还没有爱上 不许吧 但是还有另外的 我又自己打破自己的这种的想法 我觉得男生可能是爱上女生了 不会表达爱 但是女生因为毒惯了 你恰恰是最需要跟着感觉走的人 如果感觉不到的话 你所有的全都不对 他做什么都入不了你的眼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到现在 真的应该好好想一想 就冷静下来思考 你们到底是同病相连 还是那个爱的感觉到了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男孩可能是基于自己的身世吧 你特别想扮演别人生命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所以才会发生以上的情况 就是当女生生病的时候 居然你不在身边 当你想用各种方法去扮演一个 我是无所不能的人的时候 居然他两周都可以不联系你 让你觉得情绪马上失控 你不能理解 但其实你想想看 你所做的是他需要的 他需要人去同情吗 他需要人去可怜吗 不 他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对他不设防的人 真正可以彼此信任的这个男人 能力不见得一定要有多高 但是他要敞开心扉 但是你没有 你没有把心交给他 以至于他想创业的时候 你总是磨棱两可 而且说到以后的打算的时候 你也不置可否 你没有交心 你做的都是表面工作 你没有真正懂这个女人 而这个男人是否是你想要的那个人呢 我猜未必 你还在观察 你们现在没有谈婚论嫁吧 就是在恋爱吧 那就放轻松吧 他不见得不是你想找的那个人 只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机会 去加深了解 你放轻松 你也要放轻松 我觉得慢慢去磨合 今天事不一定不好 放轻松去谈恋爱吧 就这儿 好 谢谢曲总 小伙子 如果你们分手了 你认为是因为什么 可能 背叛 不爱 没有爱过 你能接受哪一种 背叛 我宁愿他爱过我 所以我想即使是分手的话 在你们这段关系的分手的时候 你要实实在在地告诉他 不是我们跟他说 是你对他的真实感受 有没有爱过 爱过多深 为什么要分开 是坦证地跟他分手 这是他能接受的 我相信他能接受 对吧 今天不接受 明天也得接受 你得面对生活 所以我劝你一句吧 面对现实吧 小伙子 这个姐姐很喜欢你 也喜欢过你 但是这个姐姐觉得 跟你在一起生活 她会觉得无靠 你其实需要 现在需要一个 特别轻松的恋爱 因为你还小 你是不是应该 在你生命当中 去做一些 你认为更有意义的事情 对吗兄弟 不做一个最好的厨师 也许你有其他的想法 我觉得你能做得很好 其实我觉得 在我们这个现场 真的能帮到他的 让他正确面对的 只有你 你把你对他的 所有真实情感 说给他 远远超过 我们说的所有的话 你需要有力量 这个时候 你更需要坚强 好吧 来一起进步 真情六十秒 我 我知道 之前我做的 有些事 特别激动 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但是我以后会改的 希望你能给我个机会 我知道现在 我的 警惕水平 可能 可能不足以照顾你 但是我会努力的 我是真的很想 给你一个家 我是真的很想照顾你 我不想再让你 受到一切那样的打击 我觉得 我以前都爱过你 但是现在 我不敢再爱了 我 肯定我们俩在一块 觉得太沉重了 就像刚才 主持人 可以把话说完吗 可以 你可以 给你破一次力 你说 谢谢你 你说 就像刚才说的 我们俩就好像 两个侧位一样 在互相的伤害 我不知道就是 我能陪他走多远 就是我之前也下定过 决心想陪他 但是真的说 在一块 我觉得 现实就是现实 不是像 谈恋爱童话中那样 明白了 我给你翻译 一句这话 我无法给你 陪伴你一生的承诺 与其 我没有办法 实现我的承诺 不如我现在就放开你 让你找到一个 更好的感情 是这意思吗 对 好嘞 谢谢两位 请回 看着他 我其实我心里挺难受的 我也希望他有一个 很好的归宿 就是他能有一个 特别好的归宿 但是你又明白 你的经历不能够成为 你在爱情当中 要求别人的一个 对 那只是你的个人经历 真爱你的人 会全部接受 不爱你的人 他有权利去预递 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各位请看 当初我因为你的成熟 和你走到一起 可为什么你在生活中 这么现实 这么刻板 跟你谈恋爱 就像喝白开水一样 你真的很幼稚 很自我 在感情中 我可以让人 可将来走入社会 你吃亏都吃不过来 如果你真的 成熟 就应该能解决好 我和你家的矛盾 你这样无条件地 顺从家里 不考虑我的感受 那致我们的感情 于何地 我真的受够 你的任性了 如果你还是不能 为我改变一点 那我们可能真的 没办法走下去了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刘先生 刘先生 32岁 来自河北 蛋糕店老板 有请刘先生 赵女士 25岁 来自河北 学生 有请赵女士 主持人好 好好好 老少 大几了 大四 蛋糕店老板 对 你会做吗 我会做 可以啊 加盟店 还是自己创的店 自己的 自己的啊 哎呦 真骄傲 怎么认识的 是因为买蛋糕的时候 长绪就认识了 一来而回 是 我的朋友和他的朋友 他们是认识的 然后就介绍一下 就认识了 我以为是蛋糕情缘呢 不是 不是啊 这个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 我们俩是始于五关 毁于三关 始于五关 确实他挺帅啊 你也很漂亮啊 就是相处以后 发现我们两个人的观念 特别不同 就是我理解不了他 他也理解不了我 所以我想让老师们 给我一些建议 咱们说事好不好 要不然不太懂 我觉得他是一个 特别现实刻板的人 我就跟他约定 就每天晚上 微信视频聊天 但是每次视频的时候 都是我一个人在说话 就说半天 他就嗯一声 要不然就不吭声 我就觉得他很敷衍我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每天我到家 就得十点了 说实话已经很困了 那时候 累了是吧 对 很累了 现在自己还要下去做吗 得得做 因为现在 对 店还没到一定程度 然后呢 他就每天还得让我 逗他开心这么的 那时候我想很困的不行了 哪有空 你说脑子转过来弯了呢 他怒了是吧 对 嗯哼 我就答应了一下 而且是总是视频 天天视频 我的意思就是 隔三插滚视频也行 不是 人家不是想你吗 我没那么大经历 天天视频 你是个木头啊你 最早的时候吧 也是天天视频 现在呢 我的感觉没有必要了 这就没必要了 不是 我是合三插滚的 可以 这臭小子 而且人家那些女生 都能听到男生 说一些甜蜜的话 你跟我说过一句吗 甜蜜的话 你等我精神的时候是不是 你等我 你现在精神吗 现在精神 我脑子是什么呀 说一句 说一句 我听你啊 嗯 嗯 你看 主持人 我凭着他跟我说 他就这个样子 哈哈哈哈 你给人噎回去了 人正在酝酿 你给人噎回去了 你看你这孩子 我说一下我为什么 因为毕竟我现在 三十多岁人了 我不可能说像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那样 甜蜜蜜 唬着你对不对 三十岁怎么 本身我这人就比较 就是比较那啥 就说不出来那种 我们那种那种话 听懂了 这个无所谓 这是人家的性格决定的 那他的心思 全都放在他的店上 就有的时候打个电话 他跟我说 他店里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俩逛街 也是这儿不停地打电话 说他店里的事 有一次他接了一个电话 就直接把我扔上场 自己就走了 就是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那次是咋回事 那次不是店里突发情况吗 你就记住那一次 就那一次总是反复提 在这儿说 我就说这个逛街 总是逛街去 有什么可逛的 你逛一次买个我半个月的 什么衣服得了 而且说实话 我跟着逛一次街 比我上一天班还累 那我是真的想要逛街吗 我想逛街 我哪不能逛啊 我不就是想让你陪我吗 这是到底是我重要 还是工作重要 你要是觉得工作重要 那你跟你的工作过去吧 你找我干什么呀 我是 我光陪你了 那怎么挣钱 是不是你本身店里边 我离开了 说实话就 就有点涮不开来 人家一个星期逛一回街 不为过啊 这真不愿逛街 你到我那儿 看着差不多买了就得了 一件衣服 恨不得把一条街的 卖裙子的全是适了 你不能这么得罪女人啊 全世界女人都这样啊 你可能不能这么说 是吧 沙大老 对啊 他们哪里是为了逛街 是为了炫耀你啊 你看我男朋友多帅是吧 对啊 我得给你们看看 是这样吧 弄明白 弄明白啊 行 姑娘接着说 而且他这个人特别无趣 咱们打个游戏吧 他玩兜地主 唱个歌 唱一些老掉牙的歌 怎么的呢 就我们KTV唱歌 都是唱的那些 特别流行的歌 他唱了一首大海 我爸都不唱那个歌 大海怎么好 那歌多老 都怕因为这事 我同学笑了我好几天 我感觉那挺好啊 那老歌又有旋律 有多经典啊 对不对 你们唱的什么 那呱呱呱呱的歌词 听不清 我唱的 本人就是啊 那情人节呢 人家别的女生收到的 都是玫瑰花口红 你送了我个什么 送了我一盆勺药花 我当时我看到我都懵了我 为什么送勺药啊 因为这个勺药花 它是代表古代七夕的 就是七夕节的一种花 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 然后我觉得这个呢 它比玫瑰花要好得多了 你从哪看的勺药花七夕节的 因为我我就从网上查的 大概就是这个花 所以你看看 行 送勺药 对 但是盆栽子嘛 比玫瑰花也好多了我感觉 你玫瑰花你放家里 几天就蔫了对不对 这个你养个一年半载 都没事 你说的那些传统 我哪能理解到那么多传统啊 是是是 我是真的想要玫瑰花吗 那我不是就是想一些浪漫和惊喜吗 过生日会送什么 送的我是蛋糕 他每次的纪念日都送我蛋糕 那蛋糕是每次都做的不一样 还是都一样啊 反正我看不出来这什么花样 就是蛋糕 对 就是蛋糕 每次的蛋糕 我又很用心去做的 我就感觉它是啥呀 它是以前送挺开心的 就是你自己变了 我就感觉你是拿你的破蛋糕 老敷衍我 那你就不能换个方式 那我感觉你也不缺啥呀 咱往下说 还有面试的时候 他都没有跟我 面试 谁面试 我面试 他就是天天逼着我找工作 就是我那个专业吧 就是不太好找工作 你啥专业 我学医的 学医的不好找工作 那学医都得考研嘛 本科生不好找工作嘛 不是说本联读的那种是吧 不是 然后呢 然后他就跟我说 让我换一个专业 要找一个跟我的那个专业 不相关的工作 就是有一次 他就是说跟我约会 然后是他主动提的 我还想这次他是不是开窍了 没想到他都直接把我拉到那个面试那儿 让我面试 我都没有准备 我觉得可尴尬了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咱们找一个别的的 先坐着 等到有合适的咱们再换 他就不停 你说那次面试也是我托一个朋友 才去让他去面试的 结果呢 到那儿人一不喜欢就走了 我是说老这么待着也不行啊 是不是 我后来我说你去我店里边上班去吧 好好讲这倒好 去我店里边之后 我们在这儿干着活 他呢 吃着零食 而且还 你干这个 你干这个15喝6像老板娘似的 这不就是老板娘吗 这不就是老板娘吗 不是 你也不逗我 他就像是以后疼了老板娘 因为我们店很小现在 就得需要跟娘母一起干 我就看着那样 就是你干活就有个干活的样 是不是 就是在那儿嚼叨叨的一边吃东西 一边吃 我这看不过 他不是你员工 他是你女朋友 对吧 对啊 我是去你店里帮忙顺便学习的 那你也不能真把我当你家员工对待 让我干这个 让我干那个 然后干不好就当着他们家 那么多员工的面就数落我 那我是女朋友 我怎么就当不了你的那个老板娘了 再说你跟人家那个小女生 有点虚荣心不很正常吗 那我只能在你的店里 稍微威风一下呀 女生说到这儿就特可爱 对 我承认我小女生 我承认我就在这儿威风 行不行 主要是吗 行不行问你 行 就完了吗 还有什么不愉快吗 还有就是上次跟他哥们儿 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哥们儿就是喝多了可能 就是提到他前女友 那我就顺着他哥们儿的话 我就问下去 我说你前女友跟我比怎么样啊 我好看还是他好看 他不说话 几个意思啊 叔叔啊 这事我就不想提酒 过去的就得了 而且是啥呀 我当时喝的也不少 我就不想说这事我就 就人家不愿意提了 没别的你想多 但是后来我从他朋友那儿才知道 他之前跟他前女友有一个约定 每年生日都送他一个生日蛋糕 然后就是分了手 还遵守着那个约定 就是他送她是蛋糕 送我也是蛋糕 哦 跟你儿子在这儿 这事我能不生气吗 那我跟你前女友有什么区别啊 那你要是送她的东西 那你怎么不说因为这事 你在饭庄直接打到尾巴上呢 那我让你跟他断联系 你为什么不跟他断 你还当你朋友的面跟我摆架子 我为什么没删她那个微信 因为她啥 她那个公司 人家跟我联系的一批客户 就每年月评嘛 就是从我那儿订阅一下 订阅一下 订阅 变成客户了 因为我知道她小心眼 我就不以为没告子 那凭什么 凭什么分了手人家还帮你 你们俩到底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那我们那有什么事 你说就是分手了 就老死不想往来的 就连朋友都做不了了是不是 反正你就得跟他断练联系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男生说我不能断 女生说你必须得断嘛 前面有这点事 还有一次 还有一次 就你还有不满是吧 我有 那你能说说吧 我就感觉是因为 就我之前管着他上班之类的吧 他后来给我制定了一份健康表 他就每天早上几点起床 然后呢水一天里喝个五八杯 然后吃多少菜 然后还有什么运动打卡等等等等 你完全按照那个来 你不可能 你怎么干活啊 对不对 我感觉太磕色了就 你之前老说我不关系你 你现在你的生活做现不规律 你也不吃早饭 我这不就是想着帮你管理一下你健康吗 你现在你的体重 你的腰围都超标了 再这样下去你身体都给糟蹋了 然后主持人 我今天还带来我那个 我刚才还想问的 我说你有没有带来我们参考一下 对 有啊 做得特别详细 特别认真 他这个人不感激我 他一直觉得我故意的腰囊 身高1米73 体重73公斤 综合体质24.5 腰围87厘米 血型A 你真幸福啊 有一个学医的女友啊 还要 身体状况 感冒是因为免疫力低 要养成运动的习惯 良好的饮食 多吃水果 提高免疫力 胃病和不吃早饭关系很大 这还带诊断的呢 你也太夸张了吧 连大便都要检测 啊 多喝水多运动 方便是可以拍照 做对比是吧 这很好啊 这个挺好的 这很好啊 这好可怕啊 专业啊 这是给你健康的管理啊 人家说是这个观察大便是对的 是要观察的 啊 这个我就特受不了 你说每天啊 我去厕所了 就就我还得拍照 看状态什么 人家说 人家说方便时拍照是吧 这个方便到底是方便的时候 还是方便 也是那个的时候 时间富裕 可以的时候拍照 是这意思吧 对 不是说随方便随拍 你这理解 对啊 你怎么理解 就是这样吧 他的大便 就是那种粘腻不成形的 然后他的齿痕还特别严重 对对对对 就是说明他体内的湿气比较重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嘱咐他每天多喝点红豆一米水 不要吃那些凉的东西 多运动 这都是对他排斥都特别的好 他我刚刚很详细 你说我这大小伙子 我什么病也没有 对不对 给你普及一个知识 现在高发的病 其中有一种常见病 30岁往上开始到50岁之间的 这个人群高发病 还真是肠癌 对 胃癌就是消化系统这些病 他这关注是对的 现在很多疾病都年轻化了 对对对对 就是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已经发生 等你有了症状再去检查已经晚了 没错 而且你拍照片 我一个看照片我都不恶心 你拍照片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所以你看这就是差距 你送他蛋糕他嫌烦 是因为你是做蛋糕的 他用他的专业知识帮你保健 我们都觉得好 你嫌烦 这个就是 你们俩其实还挺登对的 行 这个咱们就翻篇吧 其他都合适了 其他的是 还有不合适的呢 有 还有好多呢 他这个人就是平时不留什么存款 把钱全都打给他爸妈 你说两个老人在农村 他们能花多少钱 再说你爸妈也明确表示了 我们结婚的时候 不会拿太多的钱出来 你总得为我们以后考虑一下 我感觉就是父母养我这么大 对不对 我每个几年是应该的呀 再者说他们花不完的钱 他们以后可以留着养老啊 那你为我们两个人以后 考虑考虑行吗 你这样做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 我上次去你家的时候 我跟你爸妈带了那么多礼物 你妈就给我两百块钱的红包 吃饭的时候 还一直说什么 女孩子不能太物质 你妈什么都不知道就说我 我要真物质 我会跟你在一起吗 我们那儿第一次回去 就是给两百块钱 老太太就按那村来的 村去别人家去也是这样 再者说你当时是啥样啊 我妈就说几句 你就一直在那儿怼 你让我脸摆在哪儿 我回去的时候 你妈说的不对 我就得纠正她呀 她老太太说啥 不管对不对 你就听着就得了 对不对 咱别反驳她 我就说这是我底线 你别跟我妈吵 你就不听 是不是 那何人以后就是我受气呗 你受气 我去你家的时候呢 我一进门 我一看她爸妈 就脸色就明显就不高兴 后来在饭专上说 这个以后买房在哪儿买 她爸妈的意思就是 必须得在他们那边买 然后最好呢以后把 白天 你两个不都是河北的吧 你家是哪儿的 我家秦王岛的 你呢 我躺着 你不远啊 然后就是说 必须得在他们那儿买房 然后最好把店给搬回去 因为我家哥是一个嘛 我就想着 在我们老爷那边买 我爸妈那样说 完全是因为 就是知道你们家 对我不重视嘛 然后又觉得 我处理不好这种关系 要是住得近了 肯定得天天吵架 再说住得远 我没说不管你爸妈了呀 那你怎么管 咱们该管还是要孝敬的呀 那咋是去你们那儿 挨人那么远对不对 那病了咋管对不对 再说了 如果人去你们那儿 那老太太就觉得 这儿子是去做上门女婿去了 她就有这个关系 那我要去你那儿 我爸妈还一直觉得 我受气呢 姑娘 你当时喜欢她 是因为她长得帅是吧 我就是觉得她也挺成熟的 有的时候 因为我从小缺少父爱 我一直想找一个 比较成熟的人 但是她 怎么叫从小缺少父爱呢 就是我小时候跟我爸爸 就是接触的不太多 因为他们老在外面打工嘛 所以我就是想找个成熟的人 给我一点安全感 现在我觉得成熟倒有了 但是就是太现实 太现实 一点都不浪漫 那安全感有吗 那你看她办那些事 我哪有安全感啊 所以也就是剩了个成熟了 因此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感觉有点熟透了 您这个 对这小姑娘什么印象 我就是感觉吧 她现在有点太幼是 你说我现在 好不容易做起这个店了 我就感觉俩人劲儿 往一处使 慢慢咱们把这个店做起 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们 人家结婚媳妇什么的 都是这样的呀 她会感觉太小 你说又让浪漫对不对 你说去店里边 你也不好好一块工作 我给她说过好多次 我就希望她 快点长大一点 好好好 那还想娶她吗 我说我这种状态下 真的我有点太累的话 就每天这样 我希望她再成熟一点 你是有条件地 叫有条件地在一起是吧 如果你不成熟 咱俩就算了 是这意思吗 这就听明白了 现在说白了是 男生要求女生你成熟吧 你不成熟咱俩就分开 女生是没招了 所以来了这儿 各位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生啊 你看 你真的很幸福 有一个学医的女友 可以帮助你管理健康 可是你呢 身在福中不知福 女生我想问你两个问题 相处下来 你是不是感觉 你们两个人 共同语言少 共同兴趣少 共同爱好少 是 还有 你们的年龄相差七岁 你有没有感受到 两个人 是即使存在着年龄带勾的 有一点感觉 你们两个人 越来越没话说 这就是你们两个人 很现实的 爱情应双 你看你的男友 在他眼里 你就是一个小女士 所以你会感觉到 你们的生活习惯也是不同的 你们的人生三观也是不同的 你会突然发现 这种成熟 它不是促进你成长 而是带来了烦恼 对吧 你是学医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现在是本科阶段 就说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啊 以后想考研去南方 他如果考研去南方 你会赞成吗 我不赞成 他现在就是 你跟我就跟我 你对按我的要求来 你不能离开河北 对 所以 小女生 我听到现在看到现在 我认为 可能你还是要做出 自己可能会双心的选择 你懂的 我先问两个问题南生啊 你的前女友的年纪 比她大吧 大 你现在分手了之后 每年生日 你依然在给她送蛋糕是吗 送 分手了 依然送 因为她给介绍的客户 我就想咱们开这个店 就是做蛋糕 好 你可以换一种方式 送蛋糕这个形式 是在你们曾经恋爱的过程当中的 对 你可以完全换一种方式 我过年过节送礼啊 给客户都是过年过节送礼 哪有给客户过生日的时候送礼的呀 当然也有 这是什么VIP那种客户 对吧 那确实曾经是你的VIP嘛 关键点在于 送蛋糕这件事 是你现在女朋友非常介意的一件事 你要看你女朋友现在介意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 压根在你的心里面 你不接受这个姑娘 你可能在内心的深处 某一个地方会觉得她有点公主病 会觉得很多没必要的事情 小孩你懂什么呀 所以如果你压根心里内心深处 不接受的话 你总有对她有这样 或者那样的不满的话 那你就说出来 但我觉得你有一点过分的是 你明明很多事情都很明白 但是你欺负她年纪小 所以对女生来说的 我觉得她不是不解风情 是看对谁 对对的那个人 她就什么都懂了 对不对的那个人 她永远都不懂 就是你永远都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谢谢 你们怎么都不看好这一对 年轻人呢 你可以看好啊 你可以 我非常看好啊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就是姑娘说了她看到这个男生的时候成熟 她小时候缺乏父爱 她在寻找父爱 就是缺什么补什么 但是是要看怎么来补的 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是建立在熟悉感之上的 熟悉感是一见钟情的一个秘密 你一见到她之后 给了你一种熟悉感 你觉得这人对了 然后呢 你就幻化出了一个完美的模型 如果要寻找这么一个完美的 完全符合你这个模型的这么一个人 有可能吗 有可能 一个米缸子里面 你搁两个绿豆 从几率上来讲是可以遇到的 但是你有那命遇到吗 你可能没有那个命遇到 那怎么办呢 换一个逆向思维方式 你们这个感情我觉得就有谱了 是吧 你见到她 觉得她特熟悉 首先这个人就对了 第二点 她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 还是挺体贴的 我赚到了 第三点 如果她很孝敬爸妈 同时也挺孝敬你的父母的话 其实这个人最基本的素养 已经完全够了 然后呢 你再去开发 第四点 第五点 第六点 第七点 你每开发一次 她都是一个宝藏男孩呀 你用这样的逆向思维 而不是说 你必须满足这十条 你少一条都不行 她满足三点 每多一点都是加分 用这样的方式 你既能找到父爱的熟悉感 你也能解决她的公主病 这是我的建议 谢谢 好 谢谢韩老师 哎呀 确实不看好啊 就我一个人看好 但是他们的问题不在于年龄差 反而年龄差是女孩看上男孩的 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你想找父爱 所以我要找年龄比自己大 这样她会包容我 会更加的爱我 这是从成熟 然后顺理成章引出来的 爱情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好的一遍 但是她恰恰不会包容 这是她最大的问题 她不包容你 就绝对对你提出的条件不妥协 初次的见面里二百 我们暂且不说这个 金额是大是小 但是她丝毫没有去感觉你的感受 她不为你想 我们村就是这样 所以给你就拿着 我记得你还说去见你父母的时候 也是不欢而散 因为你必须得在唐山 是吧 在我身边 不容得妥协 没有一颗包容之心 把你安排到店里 你以为是去帮忙 对吧 她把你当成员工 看不惯你 其实你所做的总统 其实尤其那张健康表 让我很感动 多细啊 她多关注你多爱你 可惜你忽视 你觉得就应该按照 我给你铺的安排好的 到处去走 你不是一门心子在店里 以前也天天视频啊 对不对 现在为什么不去做了 你心里最清楚 相反前女友的生日 你每年都会坚持不断地去做 这何等恒心啊 所以你需要更多地去 关注这个女孩 如果你真的爱她的话 你即使年龄比她再大 你不就差七岁吗 我跟我老婆也差七岁吗 我丝毫没有觉得 我一定要以上是下 你也得听我的 拿我的意思去办 没有 所以男生 你先去想一想 自己爱这个女孩 如果你爱 你就要拿出爱的行动了 做改变 女生不要 对她抱太大的期望 爱情当中是讲究 互相得到的 她得能够领你的情 健康表 我觉得让我很感动 但也可能她领略不到 不是你做的不足够 而是不适合 去找一个男人 不是找另外一个男人的替代 你会把这个人满美化 即使化 那不可能的 懂了吗 就这 好 谢谢曲总 姑娘为什么流泪 就是想到健康表 我觉得特别委屈 还想到送她前女儿也是蛋糕 送我也是蛋糕 我觉得真都很委屈 不合适就说嘛 不是自己想要的人也说嘛 她有事儿 也有的特别可爱 这当然了 一边享受着可爱 一边又希望她是一个务实的人 你们俩还真不是始于言诸 你们俩是始于感觉 这个感觉是 世界上还可以有这样的女人 这是她的感觉 她的感觉是 她还蛮帅的 她年龄还蛮大的 是这个感觉吧 可是谁把谁又当成了 真实的婚姻的归相 当你们彼此越了解的时候 就会越觉得不是 你没有办法跟她一起创业 你没有办法去顺从她的老人 她接受不了你 所以你自己看 到底应该怎么办 您呢 别人稍微大一点 不行不喜欢不可以了 我就告诉你 而不是说 哎呀你偶尔也是蛮可爱的 因为如果结婚了不是偶尔 看她可爱的一个人 你要接受的就是她的最大的缺点 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想着以后 你尽量把你这个幼稚的毛病 还是改一改 咱们可以慢慢改 你这样改不来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一边 像招呼小孩 再招呼你 在招呼店里边 我真的挺累的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 你到现在还觉得是我的问题吗 你妈当时怎么对我的 你自己当时也在场 你要是还是那么现实的话 那我只能考虑 以后我自己的路了 谢谢老爷的分享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 看她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刚开始呢是异地恋 现在是异国恋 刚开始一天说话两三个小时 现在直接是相互留恋一分钟 我觉得她根本就不需要女朋友 她连下班都不愿意跟我说话 她说她有自己的事 让我干自己的事别黏着她 结果我应她的要求 开始不黏着她 结果我应她的要求 结果我应她的要求 我觉得她根本就不需要女朋友 她又觉得我对她冷淡了 还说要是不喜欢她就直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这段感情了 可能是她说不要再黏着我了 这样的话伤害到了你 所以你对她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才会让她感觉到你有在冷淡她 跨国恋真的很辛苦 需要非常良好的沟通 还有需要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我们到底何时才能在一起 这是需要期待和规划的 祝你幸福吧 谢谢 我要再一次的谢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要感谢的人 当然还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